像有的时候吃东西吃排骨 就是那种一根的那种排骨 就永远都是埋在最底下 就不让我看见 然后就给我哥留着吃 所以小刘从小就认为 在妈妈的心里 自己的分量是远远比不上哥哥的 而长大后 妈妈的行为更是再次印证了她的想法 就是离我们厂房挺近的地方 然后有一个别墅群 然后它是沿着河建的 就是风景特别好 那天我们跟我妈 就是随便逛街的时候 就是去看了一眼 然后我们俩都特别喜欢 我妈当时就想说 给我哥买那个别墅 离场里也近 然后来来回来也方便 然后我说行 我说挺好 我说还挺开心 然后我说我妈就问我 说你想不想要 那我就肯定看那么好 我当然也想要了 你就给我买一个小户型的就行 然后到时候两家挨着 到时候就是装修好了 你跟我爸 然后你们先住进去 正好离儿子也方便 我经常去找你 我也不用就住我哥家啥的 就是回你娘家我有个地方 行 我们俩还开开心心地商量回家走了 回家走了之后 我妈就跟我哥就说这件事 然后我哥就是一盆凉水 就直接浇灭了 说你买别墅 你有钱吧你 你就买别墅 就是我当时还挺心疼他的 我觉得就是我哥真的不懂事 不理解他 我就这个事就没提过了 然后后来第二天呢 其实我妈可能就是 也是想要给我一个交代吧 说你哥这个态度 要不就是就不买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问我说你这别墅 你还要不要 我说那你 本来我这个就是顺搭的 你说那我说我哥不要 那我一个人住那有啥意思呀 我说那我也不要了吧 我说你也别想那么多 我说你也别生我哥的气 那这个事我就觉得已经结束了 过了有很多天了 他就那天去找我 早上起来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说 哎呀说你那个大爷 然后我说在郑州有一个别墅 挺合适的 问我问我要不要 我说我这 我说郑州的别墅 我说要他干啥呀 我说你没啥意思 我说不行 要是给我哥买一个吧 就是孩子以后上学 啥的也方便 我说你不用给我买了 然后我妈说 不就给你买 我说那 我说那得多少钱呀 我妈就说 那怕啥呀 我把那个商场卖了 给你买 我就那个时候 我就听出来这个话就是 就不对劲的 你说怎么可能嘛 而且那个别墅 又没有说那么的必要 然后我妈当时 就是很阴阳关系地来一句 那有啥呀 那我看那花园还挺好看 我觉得他当时那句就是 我看那花园还挺好看 我觉得他在讽刺 你不一定得得到 对 就是当他说是把商场卖了 给我买别墅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 这肯定就不是一个 就不是好好 根本就不是一个商量的事 根本就根本就是一个 不可能的事 就是不要用那种 特别伤害人的语气 然后去讲这件事情 而且从小到大 每一次都是这样 就感觉好像你得到了这个 都是出于一种 无可奈何 对 他如果有更好的选择 如果哥哥 但凡跟他好一点 这事肯定轮不着我 对 而且我一直都觉得 如果我哥稍微懂事一点 就是在这个家里 肯定就是我妈 根本就不会看到我 有娘的地方 有爹的地方才是家 我给我的孩子想安排一个 就是属于他自己的家 我是这样打算的 我给我女儿要买一个别墅了 什么东西的 其实我没想到给我儿子买 我以为我儿子偏的已经够多了 有可能就是我讲了以后 我跟他爸爸有可能还是女儿照顾我们 明白 我不可能住在女儿家 这是我真心实意的想法 那这个事过去了 后来你又去找到女儿 说买郑州那个别墅 这个是怎么个回事 我这初中是不想让女儿在 我们老家上班的 我可能叫她去郑州区市上班 他说你为啥要给郑州买房呢 我说郑州买房那没事 他说你拿来的钱 我这没事 其实我心里气 我心里就是说实在是我儿子 你给他再躲 就是说我把我这个人榨干 最后剩下以后都给他 他都先臭 明白 其实我心里 最终还是穷像女儿